那这个便利我给你们讲一种这个开发中这个快速便利啊 快速便利其他东西我就不讲了讲快速便利 这个什么这个是我们基本使用那个use use啊 既然是函数函数是这么写 是吧那写完看了 写完再看 看再来一个速度速度最快速怎么充电请问怎么充电 会了吗你还要写个类包吗 怎么写 中坡号 里面是放我们数字元素 比如说请问可不可以放波子呢 可以吗 而且你发现没有每次我们放元素他里面都是id类型的 刚刚你没注意到吗 nsarray array with 要求我们传出吗 id 既然是id是所有的这样子可以啊 所以他是比我们虽然数字强大一点 什么鬼东西都给扔进去 只要你是对样子就给扔进去 是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啊 来个person aloka是来个人 init 对不对啊 比如说我现在把p上去行不行 行 对不对啊 在什么比如说度上 你看 所以又把自我上又把合成的东西 随便你 只要你是对这样子就可以扔进去 是不是 这么喜欢 这么喜欢 那怎么便利是个元素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来获取完印查 i等于0 小语 i小语什么是array点 靠他 是不是 再写个i加加 是不是你有多个元素我就获取完直接了 我是可以在这里面打印出你们每个元素 怎么打印的很简单是哪个百万i的 为什么百万i的因为你数字里面放的东西肯定是OC对象 任何OC对象都用百万i的来打印了 是不是 那右边是应该放你oc这个元素怎么反应最宽点 alray 破号 哎呀 是不是跟三元一样了 对吧 来直接来个数 请问这一句为什么这样打印 原因是什么 还记得吗 你想想看 这就是哪一行代码造成的效果 是不是这一句当打印Person对象的时候造成了 打印Person对象是DiamPerson那样第4Question呢 第4Question模仿反为值是反为类民家那些利涨 对但是自动出来如果打印是直接把自动上输出来 是这样 听懂吗 所以Person打出来是不是长这样的 这一颗打出来是不是长这样的 听懂吗 你搞定了 这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开发生还有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叫做快速变定 什么快速变定 来个货 来个货 看我东西啊 来个货 货这种东西 首先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拿出来看一看 打印一下 首先 我们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是都是ID 是肯定是ID 那怎么听 ID Object In In Orig 这一句话怎么理解呢 这要代表你要遍地数组中的哪一个元素 遍地数组中的哪一个元素 听懂吗 也意思是怎么做呢 这样子啊 我先说原理啊原理 原理是样子的 我们写完这样代码呢 他就会把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一个一个拿出来 复制给OBJ 听懂了吗 每复制一次 就调用一次循环体 调用完循环体呢 再复制一次 再调用循环体 听懂了吗 这就要能够听懂 那打印就能看下去完全了 看到 nclog了一下 来个百分之A 是把OBJ打出来看一看的 这个in是关键字固定的啊 是代表你这个元素是在这个数数里面的 in是不是在什么里面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这个代表每一个元素来运行一下 有没有打印呢 有打印吗 而且你想这个打印打印多少次啊 是不是两次 nclog了两次 为什么两次 是因为这个array的元素各有两个 而且每一次 每一次 执行循环体之前 大家都拿出array里面的对应元素 复制给OBJ 听懂了吗 so obj 想一想 这个id obj obj是代表的 数组中的 什么是每一个元素啊 而且是每次变定的时候这个元素的值都不一样 是都指向我们下一个元素下一个元素 搞清楚吗 你的意味着啊意味着什么呢 来个ros 这个很简单嘛 没什么 没什么难的 来个ros ros 那再写完那你想看我们这个数字中是不是有三个元素 既然有三个元素这个循环体是执行参赛 而且每次执行循环体之前是先把对应的元素复制给obj 知道怎么回去了 搞定了 是不是这样的 有三个嘛 OK 但这个东西有个缺点 缺点就是我不知道当前是第几次 上面就是才知道啊 因为是有个i 有个i我是知道第几次 是一个 你搞定了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怎么知道第几次呢 你是给外面搞个什么搞个i呀 这是0 要别另外一次我们是给进行i 加加 是也可以啊 对吧 是不是有方式 对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第几次呢 我怎么知道现在这个对象是第几次很简单 我们可以调用数组这样一个方法 这是数组对象啊 有什么吗 有个什么有个叫index of index of object 这个方法啥意思 index 是所应的意思 谁的所应呢 是右边这个对象所应呢 什么意思呢 只要我把obj传却 他就会 找出obj对象在我们数组中的位置 听懂没有 位置 那见识位置 你想想用i是完了 是代表obj在数组中的位置 是i 对不对 那你想看我们是个试一下来 1% 杠一下 试看一下这个i对不对 是不是 OK完成了 那这里会警告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所应呢 我记得他反位置是 u引起的 这样是u引起的 nz u 去运动完事了 对不对 这么一写是不是完全没警告了 竟然是u引起的 按三浪是应该写个ld 是完全没l 对不对 这个是找出什么 找出obj元素 在数组中的位置 是不是 那这个位置是对应这个元素 来 运行 算好了 0这个位置是对应% 1加个位置对应rose 2加个位置对应j 对不对 完成了吗 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数字一个简单的使用 那11数字便利 还有什么方式 什么方式呢 要能看懂啊 Block 怎么便利看懂 我直接调入数字的一个方法 Enumer 什么意思 便利的意思 Enumer obj 用 Block Block 我怎么说了 Block什么意思 是代码多了 你是可以把一段代码保存了一个Block的东西 而且Block的标志什么 去监号 去监号 首先看他要求我们传入一个怎样的Block 这个Block是不是没有反问者 是接收三个参数 对不对 怎么 不要着急这个不要着急啊 你点一下这个Block 敲一下回车 就搞定了 是自动帮我们生成人的Block 而且我们是在中间写上了Block的代码 只能搞定要不要搞运了 只能这些Block 我换一下行外 来 看你们啊 不要搞运了 首先呢 如果我把Block删掉 是要求我们传一个参数而已 比如说你传个空是不是参数 但是现在我传的参数是不是一个Block 所以Block是作为整个参数传进去 是不是 对吧 那这个Block是接收三个参数 是意的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怎么说Block也能变利数字呢 很简单 他是这么干的 他是 每当拿到一个元素的时候他都会调用一次Block 听懂吗 每拿到一个元素都会调用一次这个Block 并且把这个元素传给这个Block 当做Block的参数传进来 能理解这句话吗 来 我先先来打印一下 首先我们Block的代码 Block是不是被别人调用了 Block把一段代码保存起来是方便被别人调用了 是不是 那你想想 Block一调用是不是意味着这已经会打印了 而且我刚刚也说 他是什么时候叫Block 是每拿到一个元素都调用一次Block 每拿到一个元素都调用一次Block 所以请问这个这条横线会打印多次 是不是三色 因为我们是有三个元素 来先看Block 是不是三色 现在是已经验证我的说法 每次一个元素都调用一次 而且听清楚了 每拿到一个元素 每变力的元素 他会把对应的元素传给我们Block 传到这里来的 所以 VJ是指向我们当前这个元素 要index能猜到了吗 是这个元素对呢 所以呢 对 后面就讲了 先不管 我们先掌握 是不是每变力到 变力能用的话 是不是拿出原式的意思 每变力到一个元素 就会调用什么 对没说 就会调用 就会调用一次这个Block 并且 是并且把 把当前元素和什么位置 是所有位置 和这个所有位置 传递 是传给这个Block 是不是当作参数 当作参数传给谁呀 Block 一传是传到我们这个Block 还记得吗 你看 比如说我这样Block 调用这个 MyBlock 一定要MyBlock 我是给传递参数 给我们的Block 比如说传三个什么 比如传个OBJ 再传个什么 Yes 是可以把这三个参数 传递给我们的Block 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你看 如果有印象就忘记了 我可以稍微把自己拉回来看到 比如说我的位置 位置 尖号 比如说Summer Blocker 这个Blocker 比如说接着两个印的一参数 是不是这样写呀 右边是怎么写呀 尖号 是不是inter A inter B 再来的话 直接怎么写 怎么写呀 是直接 来个Return A 加 B 那现在我是算是我写好这么一个Block了 对不对 但是这里有个反文字 既然有反文字就写什么 inter 是代表我的Block 反文字inter 接收两个印的一参数 那这是一段 Block 那怎么调用Block 是不是来个什么 Summer Blocker 括号 比如说写个10 写个11 那我这么一写是把10跟11传递给A跟B 所以这三个参数是由系统传给我们 系统一旦调用我们Blocker 是要传三个东西给我 是不是 能搞得懂吗 那我不说太多 因为说6云的这个要靠自己思考 好吧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Block每次都调用行 每次调用是把对应的元素传给王怎么验证我都说吧 是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看一看 是不是 来个百分道D 对不对 当然是LD LD 百分道 Add ID 写完是写我们当前这个元素对象 对不对 来 是不是对了 是0这个位置有个% 1这个位置有Rose 2这个位置有Rose 上面这个Blocker的确会调用三次 而且每次调用传进来的值是都不一样的 每次调用传进来单纯的值是都不一样 是不是 这个Blocker非常好用 你不觉得这种方式 非常高效吗 对比这种方式 你还要写个货还要写这些都麻烦麻烦 我还喜欢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同时解决了OBJ跟这个R 所以 像刚刚这快速变力是只能拿到元素不能拿到所以 像刚刚这种方式还是还需要我们自己定一个变量还需要我们自己加加 像这种方式这个所有都不用加了 他自动传进来 是这样 你搞定了吗 再往下看 再看 那这个stopper干啥呢 stopper是用来给你停止 变力的 如果在之前你这个获选环怎么停止变力 是用break 啊 比如说 我变力完第0个元素我就不想变力了怎么办了是退出获选环了 是不是来个break 是这个 你变力完意思是直接break了 能够吗 或者你看怎么行 如果等于0 我就直接break 是这个意思 是变力完第0次我就break break什么意思是直接退出获选环我不想变力了 这一条来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我把就是这样 我先给你讲一下停止变力 是帮你这个i啊 等于0的时候我就直接退出我们循环了 所以现在一运行我们程序 是指打印0这个位置的元素 那如果我写一个e 是帮便利完1我再退出循环了 那我们一运行我们程序 是便利完0给1退出循环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这样退出循环了 咦但这里怎么退出呢 这里怎么退出呢你看这是不是一个block 没有什么后循环嘛 既然没有后循环你直接写个break 有break吗 没有吧 而且你这么一写他你这么一写 是蛮没错 因为我说过break只用在什么场合 两种场合 一种是switch一页 一种是循环结构 其他地方用不上 听懂吗 你这里有后循环吗 没有 你这里有switch吗 没有 这样 那怎么告诉他我要停止变力 比如说你变力完第一个就停止 那是判断一下 if id hex等于1 我是不是停止变力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纯粹这么写完是完全没效果 是还是变力三色 我想这个1搞定之后这个家伙不要给我拿出来啊 你怎么了是告诉他你要停止的 怎么停止呢 是利用这个指针 你发现没有这是个指针呢 啊是个指针呢 那为什么他要传指针你为什么不传个不遥类型给我呢 你想一下 如果传个不遥类型给你假设假设不遥 我先跟你说这个类型参数感讲中吧 这个参数就是给我们用来停止变力的 听懂吗 就是用来给我们停止变力的啊 怎么定义变力啊 你把这个stop负值为yes代表需要停止 stop什么意思 停止 是不是挺容易的 也就意味着stop值如果为yes 他就停止 stop值如果为no 就干啥 就不停止 听懂没有 那现在我想他停止是把这个stop负值为yes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要求我们 传的是一个新吗 既然是一个新那请问呢 你写个 你写个stop负值等yes 这样对吗 这样不对吗 怎么办呢 是不是新stop负 是不是新stop负 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刚好 等会我解释 我们先进行看下效果 来给你 首先 现在我需求办都没有 是变力完一个后面就停止了 这个想一下 这个我们称之为停止变力 对不对 那如果我写个0 是变力完0就马上停止了 来点击运行 是不是 那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为什么这么神奇 他真的能马上停止了 其实 我跟你说他的本质 他本质怎么做 他的本质大致来说可以这么看 看怎么做 他是这么做 破循环 inter I等于0 I 叫什么 I小语 array 假设的 array点什么呢 点靠的 写个什么 I加加 我现在说本质要注意听呢 你想搞清楚为什么写信你就注意听了 你不想搞清楚算了 我说一下这个方法做什么 我现在是讲述一下这个方法内部的什么 其实这个方法内部他也会开一个后循环 听懂吗 他会开一个后循环 开一个后循环 那开一个后循环他怎么做呢 注意听啊 他怎么做 他会这样做 看他怎么做怎么做呢 他开这个后循环之后呢 他首先呢 他会定一个什么 他会定一个富额类型的变量 比如说叫什么叫 Is stopper Is stopper 听懂了吗 这个Is stopper 后循环是等 弄了弄什么意思 是不需要停止 这个是用来标语 是否需要停止 便利 听懂了吗 现在啊 我是要告诉你们这个方法内部的什么事情 你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水平就能听 看到啊 这个怎么做呢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设计模式 看到 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为什么要传新呢 这个设计的非常好 为什么传新呢 具体呢 现在呢 我是说一下这个方法内部 是不是首先会有个后循环呢 有个后循环他怎么做 他是这么干的 还这么干的 他首先 他会把什么 他会把你一个元素取出来 我们这个元素叫啥呢 是arrange 哎呀 听懂没有 是把i这个位置的元素先取出来啊 听懂啊 这个是不是取出元素啊 而且你想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一段block 是block 你把block传递给我们这个方法 他是肯定会把先把这个block保存起来 假设 听懂啊 假设 假设我已经把那个block保存了 怎么保存个block 是不是首先来个位 代表 简号 my block 来个 看哪啊 不要搞云了 括号 放这里 我这样写能看到吗 是不个新啊 是不是写个 分号 哎能看到我的写什么 如果这个看不懂 说明你block给美人掌握 那想一当 现在 你是不是把这个block传递到这个方法里面去了 这个方法里面其实他会把你这个block 保存 起来 听懂吗 保存起来 那你这个block 如果要保存 那我是用这个block名称就可以调你的代码 所以 他会怎么做 他会每次给你用什么 my block 把你这个obj 传递 把你这个位置 传递 听懂没有 要再 布尔形成 是add 意思 stop 听懂吗 他是把这个布尔类型变成地址 是传递 你知道他为什么传递 他怎么办 他 掉一门block是意味着便利丸 便利丸他是要检测你stop是yes 对不对 如果听懂 如果这个意思stop是yes 怎么办 直接动 break 听懂吗 能想清楚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是为了告诉你们 这个方法的本质 这个方法里面他找不住了 我说这个方法里面是也会开一个货群环 便利我们的每一个元素 并且每边的元素 调用一次block 刚刚我是也说了这个方法 他本质是每便利一次调用一次block 并且把每个残属传递 那不是相当于我这么干的吗 是每次便利都会调用一次block 并且把残属传递 而且 每便利玩一次block 每掉用一次block 他会检测stop有没有值 如果stop是yes是代表退出循环了 如果stop是代表不需要退出循环了 听懂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传递吗 请问 我传不传递值进去 这个block内部能改变我们这不耳类型的值吗 去植传递啊 记得不 是植传递啊 对不对 那现在是只有把我们布耳变量的地址传进去 block内部啊 是才能通过指针 通过指针来间接修改外面的布耳 是不是 对不对 懂了吧 那行了 所以你想一下 我想利用指针来修改外面的布耳变量 是应该用心 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如果没有印象再放我们指针看一看 我不说太多好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block block边的一个本质是不是不难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也可以写出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这个block方法它是里面有个破循环 破循环里面拿出每个元素是调用一次block 并且把每个长度传给block 并且每调用一次block是检测下这个stopper的值 是不是 你完成了OK 所以他是这么这样 你搞进去原因 好 如果实在不理解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其实你不是很理解这个影响有不到 你只需要记住 既然是新stopper 那负值是应该写个新stopper的业 是吧 这么的完了 OK 好 所以 利用block边力 我们想退出循环是不是这么退出 是吧 不能写break 因为这里根本我们block里面是根本没有没有后层关了 也没有外层关了也没有switch啊你写broker干啥 是不是 所以block边力他是这么多种方式啊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数组元素的一个变力是不是三种方式啊一种是最土的方式 I等于0 要动I来访问 还有一种是不是快速变力啊 这数组中的这个元素数组中的这个元素是拿出每个元素来访问的 所以这里是硬的啊 学java同学注意了不是猫好 java中是用猫好是不是 java中也有这种方式快速变力 但是我们这也是用in 其实还容易语言里面也是用in Java's career 对不对 Java's career里面是不是也是用in 组合网站开发同学有没有印象吗 是不是有in呢 对不对 这个不用去理解啊 这个其他同学没听就算了 我们OC里面快速变力啊 是用in 是不是啊 快速拿出数组里面的某个元素打印出来看一看 想获取数组元素的位置就直接用数组元素的一个方法 速度一个方法 是不是完了吗 那速度其他方法就不都对手了 好吧 因为这个东西自语学也是可以的啊 没关系